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那么可怕 在昨天台北时间凌晨的时候 我们看到希腊瑞出面坦诚败选 也愿意跟川普合作 我们要问的是欧巴马的八年执政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会造成民主党的全面溃败 从选举结果大媒体已经不再是大媒体 民调也全面溃败 当然这次从川普突破了共和党的传统 川普未来走向很多人要问 从欧巴马的八年来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川普未来走水完路 美国对台军售真的可能性会升高吗 当然我们要看川普当选之后 真的会推翻TPP吗 台湾的民众十分的关心 那么欧巴马真的可能在APEC当中争取 加快上路 当然你会问的是 从川普的狂言让人心惊 到底哪一些政见会兑现呢 我稍后要播放川普的小儿子所发表这段谈话 稍后马上大还原 这段谈话当中 有人说充分反映出 为什么这么多中产阶级 为什么这么多白人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选择川普 好 一一为您还原 当然今天在十点当中为您独家分析 马总统被收押 被禁管 甚至限制出境的可能性有多高 姚丽老师带来他的精辟的分析 当然在四个四度在会律师团的过程当中 包括北院的攻防 还原马总统跟柯建民的攻防 所显现的是马总统心慌了吗 而在心慌当中 对于在2013会见黄世民的过程当中 似乎撇清一切 马总统心慌之余 撇清一切是要炮制另外一个余文吗 也要告诉国人没有 16案在北检 我们现在找到已经分案的检察官 检察官名单已经曝光了 为您独家解析 好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来订阅介绍国会观察基金委同事 梁宇敏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大家晚安 好 继续为您介绍 这时代的立法委员徐佑敏老师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政治评论家杨师傅大哥 小军大家平安喜乐 欢迎刘正好大哥 主持人 大家好 财经专家解释蔡明章总监 第二次带来他的精辟分析 从昨天到今天要告诉我们 今天的财经走势 依然股灾还持续吗 欢迎蔡总监 大家好 透视第一家庭 包括这次选举 为什么呈现所谓的法夹弯 欢迎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来 观众朋友来看大现场 史上头一遭 败选方没有先露面 希拉蕊隔天早上 还终于现身 除了感谢也要道歉 希拉蕊难掩失落但富失风度 呼吁民众秉出偏见向前看 川普当选新任美国总统各国元首第一时间道贺 总统府也透过外交部队美国发出贺电 仔细看英文贺电中 总统蔡英文在最底下留下自己的亲笔签名 但是三个英文姓名中 中间却没有标点隔开 被认为不够正式 美国大选结果出炉 但反川普抗议国斗却越演越烈 大兵民众上街聚集 高声呐喊 表达不满 抗议狂潮席卷卷全美 从纽约到加州 东岸到西岸 不少城市都溶陷 民众彻夜未免 几包街道 急着表达自己意见 抗议者甚至使出激烈手段 当街焚烧美国国旗表达不满 还齐呼口号大骂川普 但大选结果底定 无法接受总统川普的民众 还是必须消化这个事实 过去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也曾经出现过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选举人票数是领先 但是在民众在普选票数方面 呈现落后的情形 反映在这次川普 289 218 但是胜出的周数当中 虽然是领先29比18 可是你看在得票率 跟得票数方面 川普所拿下是47.5 而希腊蕊是47.7 等于说在普选直接 民众的投票方面 希腊蕊是完全是领先 在川普的部分 而分布在51周的情形 也是这个状况 昨天在旧青山 包括洛杉矶民众的 上街火烧垃圾桶 包括砸毁玻璃窗 超过千人 在华府白宫的举牌抗议之后 在NBC的湾区电视新闻的报导 在当地其实到现在 还是有民众在抗议 来 这个情绪 未来会怎么去演变 来 杨大哥怎么看 其实我记得在第二场辩论的时候 美国的纽约时报 就下了一个标题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变成了The Divide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已经变美利坚分裂国了 其实这次选举当中 今天我再次强调 如果是川普落选的话 而且票数 普选票又赢的话 今天的示威抗议场面 会更可怕 我觉得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 出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台湾 其实从这次选举当中 我们学到许许多多 最重要的事情 这一次我特别要感谢 真的 Bernie Sanders扮演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角色 如果今天当时民主党 不是用做票的方式 把Bernie Sanders 用所谓的超级党代表 把它做掉的话 如果今天Bernie Sanders 如果他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我相信川普不会赢 这也是Bernie Sanders 一再强调 让我来参选 我一定击败川普 Bernie Sanders 这一次我觉得给台湾 全世界一个最重要 包括美国选民的一个很重要 过去 on the table的一件事情 就像小军 上次所放的那首歌 1963年 这一次 大概全国所有 《谈话星》节目 只有小军放 这一届的诺贝尔的 文学奖得主 Bob Dylan 在1963年的那一首 经典歌曲 Blow in the wind 他其实歌词里面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 文学奖得主 就是这一首经典制作里面 他除了是音乐 他也是文学 更重要 他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战思想 这也成为所有反战 过去的一个经典的歌曲 其实Bob Dylan 这一次 将近53年之后 他当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跟Bernie Sanders一样 Bernie Sanders 告诉大家 我们美国其实 在很多战争的过程当中 他就举了希拉瑞为例 你不见得是捍卫美国的民主 更不见得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 你是为了军火上 这是美国大概很少 一个候选人直接赤裸裸的 可是他是用什么 他是用善意地告诉美国年轻朋友说 我们不能够再被这些政客所利用 因为他是一个无党级的候选人 他是后来临时加进了民进党 民主党 所以基本上他才能够 一个74岁的高龄 纯纯善幼 告诉美国人今天 我们为什么健保要付这么多钱 因为我们被药商所左右 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些大企业 大到不能保 原因是因为我们被华尔街控制了 为什么这么多战争 因为我们被军火商控制 小军你绝对无法想象 这个74岁的老人 是所有美国年轻人最支持的对象 包括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 甚至亲人 他的口号 让人就 年轻人喜欢 A future to believe in 我们娶你一个未来 我必须要说 坦白讲 希拉蕊本身 过去的条件非常好 可是他的言辞 非常的空洞 你任何一个人 只要看过希拉蕊 跟Bernie Sanders的辩论 或是看到希拉蕊跟这个川普的辩论 你就会觉得他不敢去面对 非常非常多严肃的问题 包括一个美国同来没人敢碰的问题 Bernie Sanders碰了 Bernie Sanders说 我们在美国在中东的政策 是不是要那么如此的亲以色列 造成我们跟回教世界全面的对抗 Bernie Sanders是一个犹太人 他直接点出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到现在还记得 当时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 我知道Bernie Sanders一定完蛋 可是希拉蕊对这个问题 既然完全回避 我就知道希拉蕊 这个滑头的政客 未来一定会出洋相 但是川普 他比Bernie Sanders 他跟Bernie Sanders一样 也把这些所谓的 什么 黑暗面 丑陋面扑扑出来 可是他不是为了帮助美国 在我个人看来 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赢得胜选 他是把仇恨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在美国看到 马克罗比奥 就是在共和党党内出选的时候 就告诉川普说 你要让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不是靠仇恨 是 是靠希望 你不是靠分裂 是靠团结 不是靠什么 不是靠彼此之间的猜忌 而是靠信任 我那时候在想 马克罗比奥 让美国的伟大的确 不能靠分裂 不能靠仇恨 不能靠彼此的愤怒 可是要当一个美国总统 最快速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透过仇恨分裂 甚至某种程度的愤怒 今天 川普就很成功的 用这样的方式 让那些过去八年 看到欧巴马 当了美国总统 然后大部分的一些 社会的福利政策 各位要了解 美国为什么今天会变成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状况 是 所以为什么变成这个状况 那杨大哥我想请教 以你现在所带出的分析 从这个数字 美国在川普当选之后 你可以看出来得票率 他得票率是落后 希拉蕊的 从这个票数 跟这个票数的差距 从这样的选举人 他的票数是赢的 美国的走向 他昨天提到是运动才刚刚开始 正是团结美国的关键性时刻 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希拉蕊的演说当中 也特别提到了 承认败选 愿意跟川普继续合作 美国在未来会呈现分裂的局势吗 毕竟投给希拉蕊的人数 是超过川普的 未来会呈现怎么样情形 会不会分裂 你问的问题 其实就是很多台湾的老百姓 今天东西知道了 美国不是直接选举 美国是间接选举 这个制度是在225年前设计的 他当时是为了照顾城乡的差距 事实上希拉蕊赢的这一次 所赢的比例是过去 这不是第一次 在19世纪就有三次了 最近一次大家记得很清楚 高尔输给小布希 他是赢了54万张选票 所以高尔最后人家说 那这一次赢了几万张 他赢了十几万张 这一次希拉蕊赢了 赢了川普是十几万张 十几万张 而且过去全部 少数总统全部有个特色 全部是民主党的 这次是第一个共和党 在普选票输的 18世纪的三个加上 当时当选的2000年的小布希 全部都是共和党 这一次算是 都是民主党 这一次是共和党 由此以来第一次是少数总统 所以过去这个例子已经发生过 而且希拉蕊赢的比例是最小的 所以在美国不是问题 而且事实上 这次没有签到做票的问题 当时2000年的高尔 跟小布希问题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小布希 他在普选人票只赢了几百张 而且他们弟弟 Jet Bush就是佛州的州长 佛州有29张选举人票 如果那个选举人票翻过来 是赢54万普选票的高尔当选 结果后来是美国的大法官会议 用无比式说 请高尔你不要再验票了 你如果继续验票下去的话 平信而论 2000年代表选举是很难说的 所以他当时赢的比例 远超过今天的希拉蕊 而且他的选举人票 输了不到10张 今天希拉蕊输了很多张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西阿蕊是 必须要坦然面对 因为为什么 这是美国从18世纪开始选总统 总共前后有五个总统 那我认为今天对于大家 最需要了解就是 美国未来在看电视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不能够再看 表面上问那些街头的人 因为那些街头的人 也不能够完全去看 所谓的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 大媒体感觉已经不是大媒体的 乡民的全面崛起 小军 我们在座有多少位民意代表 原因 台湾有一个 让民意代表能够充分发挥的 就是他的选区是非常小的 你在一栋大楼就住了多少个 住了100个住户 你每天晚上call in节目 谁最做不好 谁可能这个民意代表 未来就选不上 美国是个很奇妙的地方 美国的这一个 你录到美国的伯蒙州 或者是到蒙特纳州 他那个选民同样一个城镇 你可能开车要8个小时 才看到另外一个小村落 所以在美国选民 基本上对于所谓的 这一些真正的候选人 他很难去监督 造成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乡村的选民被忽略了 而这些乡村的选民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传统的白人 而美国的黑人 或是Latino 大部分要为了工作 他在城市 所以你看到这个城市的结构 你问了 奇怪 你到纽约你会发现 30%是黑人 30%是Latino 可是事实上美国 整个黑人结构只有4%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的民意调查 或者这些白人选民的愤怒 就是说 因为这些候选人 最后把选票都大部分 会关注在Latino的身上 关注在黑人的身上 所以这些黑人 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 可能他们辛苦的时候 他们有比较多的福利 而这些白人纳税 可能因为你住太远了 你的声音又传达不上去 他们就被忽略了 而这一次 透过这个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了 就像小军所说的 一个最重要的民意 从网络里面 他或许不是CNN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 公权力伤害最大的是CNN 1990年 小军记不记得 CNN在报道 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引起阿拉伯人世界的愤怒 他们出了一个半导电视台 认为你不够公正 这一次Donald Trump 是直接点的CNN的帅哥 Anderson Cooper 在第二场辩论的时候 讲说 你们三个人在一起打我 我的候选人 我的对手不只是希拉蕊 还有你们两个 然后在福斯电视台辩论完之后 我当时看那种结果 我大概就知道 如果我是白人 我一定投给川普 为什么 福斯电视台那场 第三场辩论比较中立结束之后 在CNN的评论里面 小军你知道吗 那个黑人的评论员 这也给我们所有台湾的电视媒体 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参考 黑人评论员 几乎用三字极骂川普 用三字极骂川普 是 昨天三点钟 各位如果有兴趣 去把那个新闻带调出来 台湾所有媒体 根据美国的新闻 都宣布川普当选了 CNN没有宣布 还不愿意接受 还不愿意接受 而且它的选举人票 台湾的媒体 都已经显出274张 CNN显247张 而且还特别强调 CNN可能不接受 这场选举的结果 CNN你知道 Donald Trump在电视上怎么讲 我们知道CNN是什么意思 就是 Cable News Network 有限的电视频道 结果川普说 CNN CNN 它是Clinton News Network 是属于Clinton的新闻电视频道 就对着CNN的记者 当着几十万人 几万人的造势场合 所以这一次 美国很多电视媒体 这一次可能都会遭受到 很大的质疑 这也是未来在网络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越来越多 古里古外的政治人物 可能都会出现 我相信这个是杨老师的专长 杨老师怎么看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即使在各个媒体当中 这一次的民调全面溃败 当然也反映在各个媒体状况 全球各大报的一片看虽 比如说法国的解放报 他们宣称 川普末日要降临 英国的美日电讯报 根本简简单单 三个字去表达震惊 澳洲的媒体 他们忍不住 为美国的民众说 救命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总统 纽约的美日新闻网 更是把白宫形容成 恐怖污 所以杨老师 即使从共和党 面临的内部挑战 因为这样的一个总统当选 包括民主党的 全面溃败当中 更显示是民调 全面溃败 湘敏的大崛起来 杨老师 当然 可以从结果这样子说 可是我也觉得 不要把它 不要把它 就不要把它戏剧化太严重了 因为各位看得到 还是五十五十的局嘛 是是 其实欧巴马那个时候 第二次选举的时候 也不过才只有三四%的赢嘛 其实这个如果按照民调来看 各位都知道 如果一个选举 它只有一%上下的胜负 民调有偏差 这是很可以想象的 因为所有了解民调的人都知道 所有民调都有一批人不表态的 可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不表态的人投票率就低 所以他用加权的方式就可以去调整 那个民调的正确度 可是如果不表态的人投票率高到一定程度 那在很紧绷的选举情况下就会翻转 杨老师你想点名有哪些关键州 你自己觉得 比如佛罗里啦 比如像北卡 比如像小福的那些 是 那些大家观察的州 我觉得你看 是 我想用科比的选 我想用科比的选举来解释一下 科比选举那个结果大家惊讶 差距那么大 大家也很惊讶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也有很多人预测 哇台北市会加以秉丁物体更新 会有很这么大的变化 可是你会发觉到现在 你觉得科比的做法 有什么到了翻天地步的地步 也没有太多嘛 那他的言语 你看即便到现在为止 他对于远雄 那个言语还是很刺激 我巴不得你关起来 可是大巨蛋 关了吗 对 大巨蛋的作为 那也不会就现在还在磨蹭中 杨老师 可是那个川普有说 我当选我把你关起来 关起来 可是第二天 真的吗 可是他当选完以后 马上就 马上第二天当选了以后 马上就感谢他对于美国政治的贡献 对不对 那个这个 这个我们先不要 就把它过去的言语 要是川普不太恐怖了 对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 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个 将来执政的脉络 这个美国究竟是一个民主成熟国家 现在5050的这一个决定 我相信他还有他一定的轨道跟机制做走的 在川普来讲 我举那个刚才讲的种族主义 北卡 我相信全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北卡是美国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地方 也就3K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到现在为了同性恋 北卡还在州法院 还在跟这个联邦法院在那里fight 他就都不接受联邦法院 认为你这个州不能够单独做决定 全国就要一致 是 可是你知道北卡原来是共和党执政高 居然分裂投票 分裂投票 分裂投票的意思就是 北卡这么保守的地方 这么白人保守主义者 居然在总统上给蔡英文 不是给蔡英文 给那个希拉蕊一个大大的一个耳光 他输了川普将七八个% 可是你知道州长 他从共和党换成民主党人 他居然民主党的州长在北卡赢了 这在过去北卡不可以想象的 长期都是共和党的囊中之物 居然在这里分裂投票 那你就知道也不要这么强调说 这个是一个百分之百白人区 可是却给民主党州长一个机会 就可见 就可见 那可见这个我们想很多地方 我们不要把选前的 甚至于把竞选团队 就当做以后的执政团队 这个像柯平一样的 我很了解竞选团队是怎么团队 可是在执政团队 各位可以看到 事实上是不能比拟的 他的确在选举策略上很成功 他在几个关键的州上面 他的诉求很成功 我就不要一一地分析了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拿这个例子说 加拿来国民党提名 郭台铭就可以赢蔡英文 像这样子的一个跳跃式的想法 我觉得实在 好像素人当家 对对对 不值得 传统的政治人物 当群基督 我觉得不值得 太深入去 我们 可是有一点我们的确 他会有个新的局面 因为川普的选举 跟传统的共和党的官僚体系 过去的领导 包括不息的那些地系的人 都有一定程度的隔阂 因此他的用人方面 未来不管国防外交财经 他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新人 进入到政府体系 这点值得观察 因为共和党过去执政的 老体系的人 大概跟他这次都有距离 都有分裂 那他会不会舍去了 过去共和党的 总重要人才库 而尽量找一些新的人才库 这点值得观察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所以今天杨老师 今天外交部长 有人问他说 我们政府是不是压错保 结果他今天 没有压保 没有压保的问题 没有压保问题 李大为提到什么 他说10月13号 就几周之前 川普曾经派出他阵营 非常重要的顾问来到台湾 比如说画面当中的第一位 这名顾问是蔡英文总统 认识30年的朋友 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 佛纳 好 这是第一位 那么李大为特别强调说 他们两个呢 特别花了很长的时间叙旧 他们对未来的台美关系 非常有信心 那我们看到 紧接着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呢 总统府的发言人 黄崇燕 那么也证实 的确李大为所指的这位人士 就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 佛纳一行人 一行人包括了传统基金会的 经济自由指标 研究经理金繁中 包括密西西比社区的 银行资深副总 他是科贝尔 那传统基金会的 前亚洲代表谢福 他们都在10月13号 来到台湾 跟蔡英文总统会面 那么蔡总统当时非常感谢 这个基金会长年以来 给予台湾最坚定的支持 也期许未来台美关系的互动 更加的深化 所以其实你一直提到说 这个未来它的走向 跟它的幕僚 对对对 我觉得民进党不可能 政府不可能奔道去压保 是是 这一点我让等一下 可能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去说明 就是说传统基金会很有趣 共和党 台湾的民进党 第一次政党轮替2000年 当年也是共和党政党轮替 当年的这个布希 这一次2016年 台湾的民进党又第二次政党轮替 然后共和党又政党轮替 这是很巧的 民进党 其实我所知道 民进党跟传统基金会 关系蛮长远的 这点我不要 我应该让民进党的人来说才对 我要强调什么叫压保 我拿德国德国这位Milker 他跟希拉罗熟到什么程度 他公开在选举的时候 多次提到 而且希拉罗跟他公开打电话 来当做他在本国竞选的 这个策略之一 那你想想看 就得拿那个Milker来助选 那你说那你说 有没有人 有没有一个德国的报纸 说Milker你压错保了 你这么明显的跟希拉罗 希拉罗这么亲近 可是你要晓得 他跟希拉罗亲近的原因太多了 他跟他都是女性 做外交部长时代 就是希拉罗做国务卿的时代 两个人几乎是常常往来通话 他们俩熟悉是正常的 可是不会有任何一个德国报纸 美国的媒体去指责 Milker说你压错保 这会惨了 川普会对你德国 不但如此 你知道吗 德国第一时间 恭贺川普当选的那个口气 很有意思 他都按照官式的恭喜完毕了 他就请川普明确的说明 你在北大宣众公园组织的立场 他完全不得 他一点都不担心 他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说美国欧洲之间 因为川普会怎么样撕裂 就表示其实这是对于成熟民主国家的一个信任 就人选虽然变 虽然一个比较被认为疯狂乱讲话的一个候选人当选 可是那个制度 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制度 还会继续维持下去运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尤其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要跟上 我们要现在对于川普的幕僚 尤其将来的执政幕僚 尤其像传统基金会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更多的现在的互动 在组成政府这两三个月 明年就要就任了 组成政府这段时间我们就要跟上 所以驻美代表变得非常重要 在这段时间要做很多的功课 现在的执政 也会有祝贺团去 对 一定要会有一些作为 让我们台湾跟川普未来的 国防外交经济的团队能够很快的连上线 这一点是台湾当然要做的 是 连上线 但是在全球昨天面临的股灾的过程当中 现在已经完全甩脱了川普震荡吗 台股在今天一度盘中说 大涨了两百多点 日股反弹 昨天日股大怒声大发挥 就今天狂涨将近千点 来 这样的一个情势发展 因为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我们看到我会恭贺川普当选总统万岁 我们确实有共同点 我们两个人很常咒骂 我不想再跟美国吵架了 因为川普在那里 我们稍后告诉你 各国领袖当中呈现不同的反应 而现在在这个情势当中 全球的惊吓 我请问一下蔡总监 惊吓要走多久 今天是走到什么程度 是 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选前要选票 选后要钞票 这样子啊 好 你看 来 我们做一个预告 选前要选票 选后要钞票 这个第一家庭非常关键 对不对 你说他13岁被爸爸送到军事学校去 对不对 王定宇对他的家族 他的成员 尤其稍后我播放这个VCR 有非常深入了解 先来看他的第一家庭的大现场 蔡总监包括王定宇去帮我们做补充 川普与蜡妻现胜投票所 戴着墨镜的梅兰尼亚 一起白色洋装 打皮大衣 十足鬼不开头 而川普更被捕捉到 偷喵老婆投票 耐人寻味 来自东欧的梅兰尼亚 2005年成为川普第三任妻子 育有一子现年十岁 拥有珠宝品牌的她 将成为近两世纪以来 美国首位外国出身的第一夫人 也将会是头一位 兼具名模身份 以及拍过裸照的白宫女主人 而川普拼选战 除了夫人牌 还有个超级洗票机 身为商权院高财生 伊凡卡财貌双全 拥有主宝与服饰品牌 同时掌控家业 与地产王子库西娜 结成豪门婚姻 同时还是三个小孩的妈 女儿不到五岁 中文就超六 川普名气大 三段婚姻 让他共拥有五个小孩 与八名孙儿 全家福各个高颜值 美国未来第一家庭 正长不小 看称史上最诡气 三菱新闻 监水会报道 好 全球民众 包括美国民众 万万没想到 孙杰总统 好像开轨叫金 又是个地产大哥 还有做过许许多多 很多人没做过的事情 所以将着总统当家之后 未来的国家建设 未来的方向 到底会怎么走 其实我们被美国的大媒体来洗脑 认为川普自大傲慢 口无责燃 而且还会把人家性骚扰 其实不是 不是哦 他有一个最大的人格特质 他你最需要的时候 给你希望 美国股市 第一天在那个盘前 已经大跌七百点 我们昨天跌一天 跌掉台币八千万 不是我们总统 本人的总统 我们就赔到八千万台币 八千万台币 要吃米饭 好 所以川普在圣贤敢言的时候 前半段感谢西拉雷 团结合作 那个是政客 后半段就做自己生意 他说你看 我们要整个内陆的城市 重建公路 桥梁 隧道 机场 学校 医院 我们要做基础建设 这就是做生意啊 你看哦 美国的民众 过去八年 欧巴马 不是在印度呢 怎么像是印度在治理 印度总统在治理印度一样 美国的基础建设 真的能够射高吗 美国的无言广大 所以基础建设要翻新 要翻新 但是过去的八年欧巴马 着重科技创新 只有好康矽骨的那一批人 对不对 热衷签FTA 自由贸易 对不对 好康的是什么 大财团 一般的美国民众 有没有 没有赚到啊 但是你看 你要不要出门 你要不要经过公路 你要不要小孩子 要去学校 你病了 要不要去医院 这种基础建设 这个钱扎下去 会让美国的民众受惠 我再来讲一个故事 网路里面流传一个川普的故事 1986年住在乔治亚州 有一个西亚先生 他经理那个农场 结果跟银行借了30万美金 现在没办法偿华 想不开 他去买了一个保险 举腔亲身 但是银行最后还是要追你的钱 结果 他的西亚太太受不了 这个媒体一爆出来 40岁的川普打电话 告诉西亚太太 我要帮你 怎么帮你 我一会替你讨公道 立刻打电话到那个银行 银行说不行 按照规定就不能给付 对不对 也不能理赔 他说 你假如不给西亚太太 一个公道的话 我要我的律师团 告到你银行倒闭 最后银行认输 对不对 然后今年 川普来到共和党的 总统的出现 来到了南卡 一个南部的农业的州 就在乔治亚洲的旁边 他演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50岁的富人走下来 满脸流泪 然后双手握着这个川普 谢谢你 我就是西亚夫妇的女儿 我们家庭在最需要的时候 你给我们帮助 你给我们希望 你要我做什么事 我现在 一不容辞 全力的为你浮显 这样的故事 会在大媒体西亚中发表吗 这很像当年的柯P 成功拯救多少人 在到处演讲 在助选的活动当中 常常看到这样 对他的感谢 全力投入整个服务 小心这样的故事 在网路流传 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你看这次的南卡 这个南部的这个州 川普大获全胜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重点 你看喔 雷里加加 麦当娜 这些百花人百花都替 其他人的助选 都靠得睡不着 但是你知道川普最大的助选是什么 中国 你来看这个是在3月3号 就来到宾州 宾州这次也拿下来 中国啊 中国啊 你说中国选民变成他的超级助选员 中国你看这一段 请要选民结构的主力 对 对中国要强硬的态度 因为中国印度操控了汇率 不公平的贸易 要停止外包 让美国的企业回来 美国企业回来 增加救援机会 这块你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在9月份的时候 来到了这些工业州 宾州 宾州就是签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了以后 汽车业下滑 民众很多失业 你看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看喔 他讲说 他们指的就是中国 买走我们的粮食 卖给我们泡面 买走我们的钢铁 卖给我们内裤 买走我们的石油 卖给我们玩具 更严重的是 人民币国际化 直接拿美元做宝 因为中国买了很多 美国的工赛 所以你可以看 我绝不支持欧巴马的TPP 我要让欧巴马跟希拉蕊 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笨蛋 所以谁有钱跟谁做生意 我们要过好日子 所以你看话讲出来 说只要骂中国就有票 所以大家在思索他当选之后 他这些狂人狂语到底会不会兑现 尤其TPP 对啊 你看这是今天的消息 参院共和党领袖 参众两人都被共和党拿下来 麦康纳 明年1月川普就职 1月20号就职以前 TPP都不会再被提出讨论 那今天为什么来自于CNN有报导 说欧巴马在APEC会议当中 会强推TPP 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 可以这样子吗 可能这样子吗 我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在卸任之前强推 所以我们看到欧巴马 8年当中自由化 贸易自由 全球化 但是表面上股市是创新高 但是你看 他们印很多钞票 一般的民众 没有办法去借钱出来 炒股炒房 只有那些有钱的人 所以一般的民众 比如说今年 我经过那个乔治亚州 我开车8个小时 我遇到窩马 我就下来看一看 我们发现 年纪都有点大的人 在当那个收银眼 后来我了解 美国有七八千万人 这么多人 一年收入三万美金 但是平均的数字是五万 那是跟巴菲特一起平均 才有五万 所以他们必须在 兼差第二份的工作 part time 所以到窩马当中收银眼 他有办法维持生活 这些人受不了了 欧巴马的自由化 什么全球化 现在用选票来制裁 所以我觉得 川普入主白宫 对我们的蔡政府 有三大经济 TPP塑胶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 比如说今天找梁国新 冒协的董事长 出任新加坡代表 这是确定了吗 因为总统府说 整定案会适时 对外公布 但是出现这个名单 是第一次 梁国新 我觉得像司法改革 转型争议是价值 没有讨价还价空间 但是让人民过得更好 我们的财经是价格 价格可以变动 昨年股布是标杆跌 今天大涨 因为想法不一样 所以我们TPP 要用什么方式来改变 还有中美的贸易战争 他们可能打起来 我们也做苹果供应链 我们也做大陆小米的工业 两边打起来 我们台湾会受伤 我们怎么样来改变 还有五大创新的产业 要不要调整 你看川普不一样 他要用石化 他没有推绿能 但是他用说 我要清洁的人员 但是要用到美 油 气 但是我们投了600亿 是做沙伦的绿能科学城 我们要投这么多 但美国转向了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弹性 不是永远说 哇 煤炭或是什么东西 那就不行 太阳能就永远好 我们也许在传统的能源 用一些新的科技 让它变成接近的亲人能源 川普有一些想法 生意经 做生意的脑筋 但是我们可以来思考 是 好 从第一家庭的成员 刚刚总监分析 川普在上任之后 即将会怎么走向 第一家的成员 他的组成的特别 那么特殊性 包括他的小儿子 那传达出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 为什么这么多白人 会投给川普 似乎这个演说里头 反映出许许多的价值 我们稍后大现场来还原 也请王定宇帮我们做解析 可是从蔡英文总统的反应 欧巴马的反应 包括了习近平 期待跟川普 秉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互赢的原则 OK 包括了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 你看到了 跟川普通过电话了 确认未来美日两国将继续保持 紧密的合作关系 定在下周四要见面了 我们也都知道说 现在川普 许许多多的军事策略当中 好像要开始收保护费了 来杜特地 狂人在一起 杜特地跟川普加起来 全球惊吓百日 我会恭贺川普当选总统万岁 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点 包括了墨西哥总统 我们知道说 川普的狂人狂女当中 要逐起周末之间的边界 他真的会做吗 还要向墨西哥来收费呢 所以墨西哥总统的反应说 如果川普 真人要盖边境长城 墨国政府绝对不会出钱的 好 俄罗斯总统普丁有意思 希望俄美能够消除 当前不良关系跟危机 而努力 俄罗斯已经准备 恢复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了 来 从这个发展当中 来 赵豪大哥怎么看 我想在昨天川普 给全世界一个震撼教育 但是经过24小时后 大家反而能够贫下心来 来看待川普的当选 我觉得越来越多人 把候选中的川普 跟将来要即将登上 总统宝座的川普 其实是切开来看的 因为在进选过程当中 川普他讲出许多 近世骇俗的一些政见 或者是话语 包括要在美国跟墨西哥之间 逐一个万里长城 也包括对穆斯林的歧视 包括对女性的歧视 也包括要逐取贸易的 这样的保护主义 也包括税制的 这样的减低等等 这些他会不会将来 他真的在明年完完全全的实行 觉得我们认为应该是要来观察他 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 这个全世界一个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 他的三权分力是相对的 其他国家是非常的成熟 美国下来也不是美国总统 他当选一个人 他说了就算 因为他有庞大的一个公务体系 而且他有良好的国会的监督 舆论的监督 还有他有非常独立自主的司法体系 大家不要忘记 刚刚石修大哥讲到 在西安2000年的时候 高尔跟小布希选总统 选得非常激烈 最后在佛罗里达州最关键的29张票 选举人票的时候 算半天算不清楚 差几百票的差距 最后是最高法院法官出来 算了说不能再算了 就这一次为标准 那次标准就是高尔输了 那是台湾 也许那就往后的四年永无宁日 为什么 因为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是小布希的弟弟 那么巧 就那个小布希的弟弟 当州长的那个州选票出问题 大家可以想看看 那如果不要说在台湾 在其他国家 是会宣企鲜南大坡 而且是永无宁日 但是美国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最高法院的法官 出来讲说不能再算了 就以这一次为准 高尔 想看看 当美国总统是每个人 是政治人 美国政治人为一生要追求的梦想 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而且差几百票而已 但是高尔竟然就是说 因为最高法院都说话了 他知道在美国那个国家里面 他要去对抗最高法院的裁判 是很困难的 是没有办法获得普遍性民意支持的 所以他无论心里没有百般的不愿意 他就说他接受了 所以我们相对也对照 这一两天 也许美国我们看就有许多 特别是比较都会型的州 他像有些抗议 或者川普当选的这样的抗议活动 当我们观察 我个人是认为 这样的抗议活动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就相对美国整个民主制度的发展 因为普选票赢 然后选举票输 希拉伦也不是第一个 全面以前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对美国人来讲 除非他们改变这个选举制度 不然他们心里面早就有这样的打算说 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美国 而且发生这也不是第一次可能 第三次 第四次 而且将来还是可能会发生 其实我觉得有感而发 就相对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 台湾也曾经因为总统大选 然后搞得很不愉快 当然有人不愉快 就是在当初 陈穗扁总统连任的时候 然后连战也因为 些许的票数的差距 然后持续了非常长时间的 这样的抗争 结果后来影响那几年台湾的发展 不只是那几天的抗争 而且是往后那几年 坦白讲让台湾的社会 呈现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在民主自由 这个路程上还有很多的要学习 我觉得美国总统总是产生了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互动 我觉得现在我们用以前川普 在选举过程中讲些什么话 来判断说他将来会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言之过早 因为你从个角度来看 川普有点就真的很像艺人 那个时候他是为了要胜选的艺人 然后你看他教导小孩子的方式 教导小孩子的方式 我相信他其实是一个慎重的 关系到他自己或者民生 或者是家庭 你看他非常的慎重 同样的道理 我相信他也不是不全然 像媒体所报道 是一个完全这样疯狂的人 我相信他会很在意说 如何赶快把一些政见实现 让人民有感 人民会有感在哪里 其实就是工作机会 就是工作薪资的上升 我觉得这是我们 持续后面的观察 是 来我们稍后播放一个关键性的影片 也要告诉观众朋友 在美国总统大选大事底定 狂人川普确定入主白宫之后 有关于马总统 在台北地方法院跟柯建民 所展开的攻防证 甚至所反映的北检 十项大案当中检察官的曝光 难道因此被稀释了吗 鸡鸭亭真的不会召开吗 到底分案分给谁 由谁来裁定 来更多的独家分析 休息片刻 马上回到我们现场 好 马上播放这个关键性的影片 在川普的当选记者会当中 他的小儿子这一段的演说 让很多人知道是 原来为什么这么多人 决定在关键性时刻 选择了川普 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一个新的局面正在诞生 对台湾的冲击 包括全球的惊吓 来 王定宇 现在去猜测川普会是什么样的总统 TPP会不会结束 会不会裁军 我们会买到很好的飞机 其实是不聪明的猜测 我们现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CNN间的头版 CNN其实开始就讲 他是最后一个承认 希拉里美都承认输了 他还不承认 CNN间的标题叫做 Not my president Not today 今天 川普不是我的总统 废话 川普一月份才是 Not today 他后面报了一些东西 事实上美国 现在今天在波士顿 LA 纽约 Denver 还有费城 波特兰 芝加哥 奥勒冈 San Francisco 一直到Seato 华盛顿 Austin 亚特兰大 很多主要的都市 这个时候 都在抗议 抗议川普 那有人说 美国是不是分裂了 不接受这个总统的选举 甚至于某些媒体说 希拉里也许 不会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 我是觉得 这个现象只代表 我们很多人去分析 它是城乡差距 百种人 多数族裔 少数族裔 外来移民 其实这里面 还显示一个现象 这一次美国总统的 两位主要候选人 分别是对方支持者 极度厌恶的人 我就是很不喜欢那个人 所以我才支持你 因为我极度不喜欢他 偏偏他当选了 而且这个极度不喜欢 两边的人口比例 几乎是1比1 川普虽然看起来 选举人票赢很多 人口上其实 希拉里赢 那也不多啦 大家都在误差范围内 所以极度不喜欢对方的候选人 当对方当选的时候 那个不满当会爆发开来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 很多包含 在美国住了20年的非法移民 开始担忧 川普讲的 我当选第一件事 要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塞在卡车里面 再回去 那个担忧会引爆 所以他们上街头 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他们要趁还能说话 出来 check and balance 制衡川普 让他不敢 这是第一个 所以美国后面会不会分裂 恢复任总统选举 我是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他的一致性跟稳定度还是够的 但是 这些民众的担忧 对川普的不信任 要看川普怎么做 他才能消除掉 这跟川普的家庭教育 跟他什么 其实都有关系 另外 在亚洲 日本担心所谓的 是不是军队会撤走啊 然后呢 杜特蒂 今天还讲说 川普我喜欢 我们可以继续 这个美国菲律宾联合演习 他说我们 we can back on 我们可以继续演习了 世界上对他有担忧 看他讨厌欧巴马 对川普他比较有兴趣 其实你仔细看杜特蒂很聪明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两个候选人 他都只骂那个快卸任的 杜特蒂根本是个投机分子 然后呢 在德国的总理 他也关心 然后普丁也讲话 所以世界上对他的担忧 也是担忧 他的不确定性 台湾到底有没有跟他建立管道 台湾有没有押宝 台湾的外交从来不会押宝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那个栽调押宝 我们一定要两边来经营 所以我刚才讲了这现象之后 我们来看几个解答 第一个 包含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不是一个烂报纸 不是一个烂媒体 经济学人选出全球十大危机 十大risk 十大风险 川普在里面 那川普是不是这么大的风险 川普当选那一个晚上的演讲 夸奖了他在选举前一天晚上说 把他丢到监牢里面去 他说我当选就是要把希拉蕊 丢到监狱里面去 他当选的 真正当选那一天晚上的演讲 是我们真的 他还讲Sincerely 我诚心诚意地感谢柯林顿 他为这国家付出的一切 不一样 但是我开框的画面让你看 这个今天凌晨 希拉蕊的 好不容易现身 在美国大选里头 一般败者会先公开露面 哇 这一次等好久 他当天晚上事实上是没办法接受的 我们看在今天凌晨 希拉蕊的这一场记者会 我觉得还不错 一个民主制度 那个风度 一个风度 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川普了 是 成分败选之外 也愿意大家继续往前走 他的竞选 竞选总经理当天晚上出来 叫支持者回去吧 他候选人并没有出来现身 那个挫败太惨痛 而且他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可以提到他的心情 所以我该讲 所有的川普的不确定性跟风险 那我就要讲今天最新的事情 我们了解的情形 川普今天打电话给普警惠 打到韩国 他打给普警惠讲什么 他的讲法是说 我们原来协防的承诺不变 不是要撤军吗 不是亚洲要减少驻军吗 亚洲最重要的驻军 就是韩国跟日本 对东北亚的安全 对东海的部分 菲律宾是对南海的部分 川普打电话给普警惠 释放讯息 我们的协防承诺不变 第二个墨西哥总统 这个叫做 Anchike Piena Nito Nito呢 就说我们跟川普讲完电话了 他形容说 我们的电话是诚恳 友善 相互尊重 没有歧视 而且我对墨西哥跟美国 这样的关系是乐观的 他讲完之后 内政部另外一个重要的人 是他的 墨西哥内政部的副部长 出来讲说 据我们的了解 这个把移民遣返的政策 短期间内不会做 那你就知道川普刚刚讲什么 是 连那个都不会做 你觉得他真的会在美墨边界 组个高墙吗 现在反正是加拿大 有人提议说 加拿大跟美国 赶快组高墙 因为一大堆美国人 想跑到加拿大去 是是 全部往加拿大 大跑往了 你看川普最有名 就是美墨边界 组高墙这个政见 可是还有撤军 还有他说 你们这事情我不管了 他第一天打个电话联络 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不会变 另外对台湾来讲 今天总统府释出信 我们今天在外交委员会也问 事实上我们对民主党跟共和党 同样感谢也同样经营 而在选举前上个礼拜来的 这个传统基金会 这个Fernher 他是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 他还带了这个Chefer Chefer是传统基金会在亚洲的代表 那另外还带了一个银行家 还带了一个自由经济指标 这些人的重要性在哪里 你知道吗 川普的共和党跟以前的共和党 不同派都不同人 他用的幕僚 我大概还有名单 他用的幕僚 根本不是原来传统共和党的幕僚 所以大家三不成功 你到底怎么做 可是在选举的后期的时候 传统的共和党跟川普有个交集 做政策的讨论跟政策提供 就是这个美国华府很重要的 传统基金会 这个传统基金会 是共和党跟川普重叠的地方 而川普特别指派川办人 来拜访台湾 经过李大为 见了蔡英文总统 那谈了什么我们当然不知道 但这个需要长期累积的关系跟管道 所以他对亚洲会做什么事情 另外大家想说他军武 这里面这一堆是川普身边的幕僚 有他的银行家朋友 石油大亨 钢铁大亨 在国防这一块 如果大家印象很深的 在选前两周 他有两个国防的advisor说 欧巴马对台湾太过分了 提供的武器 卖的武器 质量都不佳 我们就幻想 川普当总统会卖很好的武器给我们 我也觉得不要乐观太早 不过他的国防的顾问里面 我特别举这个人叫做Michael McCau 这个人他本身是所有国会里面第二有钱的人 他从他很久以前就开始担任美国国会的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招委 他本身是台湾连线的成员 跟台湾非常友好 所以事实上 如果大家担心台美之间关系生变的话 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的外交不会随便 它那个变动很慢以外 台湾的政府没有押宝的情形 那我就说为什么川普 你就说奇怪选前像疯子 当选在晚上既稳重又诚恳 还会夸奖希拉蕊 你知道 你看他教育他的小孩就知道 真的川普跟演戏的川普是两个人 我们对他子女带印象最深的 他女儿都美女 他第一个老婆生的女儿 叫做Mary Ivanca Mary Trump 他今年34岁 这一位 你不要看他只是美女 像模特儿一样 他事实上在华顿商学院 美国第一流的商学院 他是全部成绩都是A plus毕业 那他怎么教出这样的小孩 他其他小孩儿子 Donald Trump Jr. 全部都在公司苦干实干做不好 他爸也会跟他讲说 你不及格 你没有能力担任这工作 川普禁止他的孩子抽烟 禁止他的孩子喝酒 不准他的孩子参加什么party 都不准 那他对家庭的教育 让他孩子比较有礼貌以外 他每个孩子的教育程度 都相当不错 他三任的妻子 生了五个孩子 现在八个孙子 每个人乖的 都说美国人 很少乖到那乖的 可他爸爸也教了一个 川普不好的习惯 他爸爸本身 对少数族裔特别黑人 事实上是有种族歧视的现象 所以川普嘴巴有时候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大概跟他爸爸很像 而他妈妈是苏格兰裔的 他教了川普什么事情呢 他爸爸对一些 很武光实色炫目的事情没兴趣 可是他妈妈告诉他川普说 有时候夸张的 装饰很多的 去吸引人家的目光 是必要的 让大家对你 所以川普对他 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严格 他跟他爸爸去工地 他传下来之后 他的小孩 被他很严格 几乎是军事化的教育 所以希拉蕊才会夸奖 你真的要去夸奖川普 希拉蕊真的想不出来 只是说 他教育成功了 他孩子都教得不错 这个是事实 所以你如果看他的教育的小孩子 他面对利益攸关的时候 他是保守的 不狂放的 而且是尽东尽西 不准抽约 不准喝酒 而且要求他努力勤奋工作 那这个商人跟家教的个性 套在他将来维持国政上 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早去议策 他会是一个很狂放的领导人 像杜特蒂 我觉得杜特蒂的投机的成分 跟这个川普 他在经营他的事业的状况下 事实上是有落差的 而且川普是一个很有矛盾的 比方说川普套儿 早期盖他的川普大楼的人 事实上他请了两三百个波特兰移工 一个人给他四美元而已 你现在说他选总统要把这些非法移工通通赶走 那个是矛盾的 他又要降税 降税 对 后来又说要喝针富人税 他说要撤军 他又说要把伊斯兰国炸烂掉 但要支持叙利亚现任总统阿塞德 所以川普的不确定性 一切都要等到明年春天才会知道 所以他真的所对下的一个选举支票 真的可能会兑现吗 来我们看这个VCR 薛耀明老师来告诉我们 过去18个月 川普颠覆美国政治传统 在主流媒体民调不看好之下 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川普要做的事非常多 他的狂言支票将被一一检视 竞选时什么有票就说什么话 70多天后正式入主白宫 可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现任总统欧巴马 邀请当选人川普 10号进白宫聊一聊 我们都希望这个国家最最好的 川普的监控挑战 当人包括欧巴马的中东烂摊子 还有无所不在的恐怖主义 希拉蕊也别以为 电荷川普当选恩怨就一笔勾销 这些媒体效果十足的政见 只是说说还是当真 未来白宫核心幕僚 攸关总统决策方向 共和党全代会主席蒲博斯 率先被点名可能担任川普幕僚长 怎么摆平内阁人事角力 将是川普入主白宫前的首要挑战 三立新闻张欣恒报导 这要是觉得他还是很可怕吗 他的政见真的都会兑现吗 其实我们如果刚才听 刚才定语讲说川普他们家是怎么严谨 其实他们是 我想应该是早上就很早起床 六点 每天辛勤的工作 是他跟要求所有的子女都是这样的 对 他女人长那么漂亮 你一定想说那当贵妇人就好 自己来创造一个品牌 这个形象完全跟选前 我们从媒体得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我们选前得到的媒体是 他会乱讲话 会讲粗话 常常偷袭女人 对不对 常常会讲一些 就是让人家觉得他是出俗不堪的 我一直认为说 台湾之所以选举 这个选举对台湾会有一些 这么大的震撼影响 是因为我们受美国主流媒体影响太大 如果你一直看这些CN 甚至BBC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适合当美国的总统 我们会忽略掉说 为什么 其实他跟克林顿家族比起来 虽然都白人 克林顿他们家是从中下阶层起来的 比如克林顿是单亲妈妈养出来的 川普他们家是本来就富有 可是为什么两个白人精英 可是川普他们却中下阶层的美国人 最基层的美国人是支持川普的 很多人讲说 搞不好郭台铭可以来选 可是我不相信台湾中下阶层或基层会支持郭台铭 为什么 因为他选举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事 其实我们在媒体上看不到 他跑去那些没有工作 那些厂房没落的地方 去跟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讲说 我要把工作找回来 这个是克林顿家族 克林希拉伦国去做的事情 他会去看那些警察 可能比如说过去在逮捕的过程里面 可能跟移民或是怎样子 有冲突 他会去慰问他们 他会让这些人觉得说 他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那这些东西也是希拉伦做不到 我们在主流媒体里面看不到 所以这次很多人讲说 民调搞不好不准了 你从媒体上面 你会觉得说他不可能当上总统 可是结果是这样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川普不只是一个成功企业家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媒体人 他有成功的节目 谁是接班人 其实他真正对政治有影响 是从这个节目开始 他在政治上最重要大家瞩目的事情 就是他质疑欧巴马 他在夏威夷那个出身证明是假的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这次选举 他才说 这个证明是不是假的 然后period 很多人讲他心不甘情不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看他的这些表现 你都会觉得说 他不应该当然 可是他这些东西 对他选举是有帮助的 他说要把希拉伦关起来 他说这个选举是作假的 他不承认这个选举 你知道他那个弄到怎样 选前很多人在访问 川普的支持者说 那如果川普输了你要怎样 他们说他们去冲白宫 而且这些人 他说我们是要带枪去的 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和平事 昨天是5000名特种部队 重兵是在纽约 包括了川普的大楼在戒备当中 所以有人说 如果是希拉伦当选的话 真的可能会暴动 两边一半一半 只是有一边会带枪 一边是带标语 差别人可以 因为我们要知道 像我在密西根 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 我就知道密西根州虽然 比如说大学附近都很自由 很自由 可是你深入到一些地方 他们真的会觉得说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一些未来 其实都被一些其他国家崛起所拿走 在过去可能是台湾这些四小龙 在现在是中国 那他就会觉得 他们的领导者并没有照顾他们 这个积怨是非常深 我觉得川普是把这个带出来 很多人讲说共和党也控制这个国会 没有 国会的共和党想法跟在白宫的川普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他们选前就分裂过 所以我意思说 台湾在看待事情 其实是可以比较平稳 就是说那是选举言 选上以后的川普 他要怎么解决问题 其实刚才定义讲一些 其实最担心的是安倍 安倍已经跟川普约好 什么时候要去找他了 都已经谈完了 都已经要去面对面 在美国好好谈 到底日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台湾不要急 台湾立法院委员会组个团 今天外交部长也讲了 要把院长带 是 化党派的团去 一月份会过去 好好去了解 就是他 要不要邀柯文哲一起去 好 那是国会团 因为柯文哲直接问他 柯文哲说 你怎么看这个美国新总统川普 柯文哲说 我相信 他会比我修正的还要快 对 他会学习能力更强 对 其实也很像啊 柯文哲那时候崛起的时候 其实谈话节目对他帮助很大 很多人说 只要他一讲话 这个收视又会跳怎样 川普也是啊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 川普在媒体里面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怎么透过媒体以后 开始影响政治 对 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反省 美国主流媒体影响力 真的有那么大吗 而且我们看到这么多名人支持川普 他形成这种政治正确 你知道 这个美国爱国者 这个最有名的quarterback 还要出来澄清说 我没有我没有投给川普 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认为你精英 不应该投给川普 应该都是那些中下阶层人 去投给川普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让我们对美国政治的了解 出了问题 是 一些错误的媒体 传达一些错误的讯息 我补一件事情就是 刚才徐老师讲的 工厂里面那些工人 官场的工人 那些原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尤其像在宾州 或者五大湖区 是 那些本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可是这一次 他们投给了川普 这对台湾的启示就是说 执政的人 不能忘了自己的原来的基础 跟原来支持自己人的价值 是 一旦你忘了那个 哪怕像宾州 几乎是民主党的胜臣 都可以垮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另外川普 他现在在全球开始在处理 他已经在做一个国家领袖 该做的事情 所以 我们在注意他的家庭的部分 其实他的孩子什么都很优秀的时候 这个角度是观察川普非常好的部分 因为他对待家里的人 我们期待他对待美国 是像他对待家里的人一样 而不是对待媒体的角度一样 那这样子 美国的稳定度 其实还是相当高的 一个民主党 一个欧巴马所执政的八年 到底出现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民主党的支持者当中 出现这种背叛的状况 于是我们就听听看 这是川普的小儿子 这一场演说当中 到处为什么川普会大胜吗 来听听看这个大现场 wow wow good evening Cleveland Wow it is such an honor to be here for a man I lov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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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that's my father 13 months ago my father sat my family down and told us the time had come he could no longer sit idly by and watch our beloved country the country that had given our family so much success so much opportunity crumble before our very eyes he confirmed to us that he was prepared to announce his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made sure to acknowledge that ours would not be an easy path that we should prepare ourselves for what was to come that we would quickly learn who our true friends were without hesitation we each committed our unwavering support but this time none of us could have predicted what lay ahead the records he would break the stadiums he would fill the movement he would start today my father stands before you with the most primary votes of any republican candidate in the history of our nation he has shattered voter registration records across the country he has defied the predictions of every single political pundit and turned traditional debates into must see tv he has inspired multiple generations including my own like millennials like myself who have so little faith in our politicians that they no longer even consider public service to be a noble career a year ago my father was a businessman but like many americans he simply could no longer see stand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to our great country he could no longer stand to see special interest dollars dictate an incompetent foreign policy that puts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our very own he could no longer tolerate an inept administration that considers giving a hundred and fifty billion dollars to iran or releasing five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ts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he could no longer bear witness to our continued second amendment attacks he could no longer stand to see the words christmas stripped from public use or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removed from our schools in an effort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correct so my father made the courageous decision to set aside a company to which he has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set aside a global brand that he has made synonymous with success with quality with uncompromising just the best at a time when the people at the pinnacle of their career like my father would have held fast to a lifestyle that has truly become the epitome of the american dream my father instead chose to give that dream back to the people it had eluded for so long as daunting of a journey as he knew it would be for him it was the easiest decision in the world after all who better to implement common sense business approach to this country who better to apply practical solutions to the impractical decision making of an administration that has bred a 19 trillion dollar debt one which goes up by thirty two thousand dollars a second and and over two billion dollars a day who better implement common sense tax reductions for one of the highest tax nations in the world allowing our citizens a chance to keep what more of what they earn as opposed to having a squandered away by our inefficient government who better return negotiate the return of countless american manufacturers like Nabisco and Ford and Carrier and so many other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y began than a man who was single-handedly employed tens and tensand tens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it's time for a president with common sense it's time for a president who understands the art of a deal and appreciates the value of a dollar our tax dollars sthaters sthaters d are la kind of not and twisy so so s so 正常 pesos int e な t 市 it 你不記得民主黨共和黨大會的 民主黨提名希拉蕊的時候直接講 Donald Trump has built his campaign on racism, sexism and xenophobia 他整個競選 川普就是競選在種族主義 性別主義還有排外主義 所以這種情況是大家不敢去講 你知道我在美國的時候 剛好看到CNN在一個標題 講共和黨黨內初選的時候 CNN直接講 Donald Trump make election circus 他讓選舉變成了馬戲班子 Fiasco他是個小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知道 不了解的可能都投Donald Trump 他的今天提出來 其實今天是 剛才姚老師也有點到一點 包括我們這個定義都得到 他兩件事情 讓美國的白人選民相當的失望 2001年的Joseph Stiglitz 他得到諾貝爾的所謂的經濟獎 他在他的一本書 The Price of Unquality就提到了 美國現在這個政府 不是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他不是民有 民智民想政府 他是Government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 是那1%的人在享有這個政府 1%的人治理這個政府 1%的人怎麼樣 控制這個政府 所以Joseph Stiglitz 就是今天 歐巴馬在過去 用創新科技 帶動了許許多多的 這一些高科技的人 Silicon Valley 每個人 開的是最好的車子 住最好的洋房 但是老苦的大眾 看不到未來 第二個 為什麼南方17個都全部輸 為什麼我一直認為 其實歐巴馬拉著西拉圖的手 歐巴馬拉著西拉圖的大喊 要大家投票的時候 是負面的 大家可能忘掉了一件事情 在去年的6月 歐巴馬後來所任命的 幾個大法官 在去年的6月 同性婚姻合法化 美國是自由選擇的 美國是個聯邦制度 33個州 可以同性婚姻合法 另外17個南方非常保守的州 包括剛才所提的北卡 那個保守的州 他們認為婚姻不該合法化 其實在美國的 傳統制度裡面是 各走各的 結果歐巴馬在去年6月的時候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做了解釋 無比試 也是一票之差 美國任何州 都必須同性婚姻合法化 造成這廣大的17個州 幾乎就是南北戰爭 要脫離聯邦 以美國清教徒類似 川普這些人 他們非常大的反感 所以北卡能夠贏這麼多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們認為歐巴馬的 除了經濟 讓我們被剝奪感 你的整個的信仰 讓我們傳統美國 尤其是所謂的 Protestant 清教徒這罐感受到非常難過 所以我覺得 真的蔡英文總統 可以從最近這兩個例子 一個是 川普當選不用擔心 他一定是一個最好的商人 他當美國總統 一定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 他最好的商人 他絕對會斤斤計較 繼續把他美國的利益 比過去的各位所有總統 都來算得更清楚 其實虛擬多的問題 的確挑戰了小英政府 在明天我們持續 對台軍售的部分 要來深入追蹤 對比川普上任之後 他的走向 新政府的因應 包括在亞洲局勢方面 這是個全新的一個開始 那當然在財經面貌面 國安基金當然做好 應該做的事情 只不過挑戰才剛剛開始 同時對那方面 小英總統要面對 是所謂的司法正義 這次許多人走上街頭 要的是所謂的正義 要的是和平 要的是公平 而在這個大選的氛圍當中 馬總統在台北地方法院 可以說跟柯建民的攻防當中 他是不是漏了線了 為什麼完全撇清 他跟黃世民見面過程當中 他的隨行秘書所扮演的角色呢 漏了線的過程當中 在炮製另外一個漁文嗎 我們要告訴觀眾朋友 十大重案 終於台北地檢署分案了 檢察官的名單也已經曝光了 有人說 從名單當中看出玄心 真的要辦嗎 還是又是一個金鐘賬 護航的開始 吃案的開始嗎 來看大現場 包括了楊偉忠 包括了黃定宇律師 法治法的社長黃岳宏 以及前北營的副理事長 前北營的理事長黃玉言 繼續加入我們討論 先來看大現場 前總統馬英九卸任後 法院首度以被告身份 傳喚調查 法庭內檢便攻防 法庭外抗議聲浪更激烈 開庭過程 兩方言辭交正 誰也不讓誰 當時馬英九曾經來說過 這不是官說 什麼才是官說 他也在庭上說 那我回敬給你 這不是鬥爭的話 什麼才是鬥爭呢 柯建民在律院的大炮個性 同樣搬套了法庭上 甚至在庭上發表 長達十分鐘言論 但馬英九也是有備而來 百思聲明中 文中除了強調自己沒有犯罪 更表示 任何人都不應該 對進行中的司法案件 請脫關說 不僅破壞最基本的司法正義 也污染了最沉浸的司法空間 我對我的清白有信心 我對法院的公正有期待 謝謝大家 堅持清白馬英九面對鏡頭 也僅僅只是這兩句簡短的話 長達2.5小時的停訊 結束馬英九卸任後的首度開庭 下回開庭1月10號 將要傳喚關鍵人物 前檢查總長黃世民 預計法庭交火將更猛烈 好 出庭的過程當中 我們還原他攻防的過程 我請教的是偉忠 在昨天我們看到 受命的法官叫做邱瓊瑩 審判長很關鍵就是吳永毅 裴喜法官 另外一個女法官叫做陳怨君 我稍後要告訴觀眾朋友 昨天的台北地方法院 會不會只是一個序曲 接下來27個重案當中 已經有16個重案分案了 檢察官的名字也曝光了 這些檢察官的背景 等一下黃帝穎 包括了法治時報的社長黃月宏 拜我們獨家分析 從這些啟動的同時 如果地方法院這麼一船 只是一個序曲真正的大菜 是不是就在北檢方面呢 因為泄密案之外 事實上有沒有所謂的貪污 有沒有對價 是不是圖力可不可以構成 這些法 這些檢察官 扮演非常重要性的角色 但是呢他的心境是怎麼樣 為主你看到他們的攻防 當我們看到審判長說 申請羈押馬英九的法律依據何在 問了柯建民 柯建民說敦請法官行使全線 馬英九有篡政事實跟嫌疑 並且有逃亡之餘 因為馬英九有親人在美國 如果赴美可能不會回來 因與羈押 以免一去不回 至少限制馬出境 然後呢我們看到審判長 怎麼問馬前總統 他說近日有沒有出國打算 預計何時反國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他說我有回國打算 其實是人家不是問你說 你要不要回國 他是問你說 你有沒有出國打算 他說我會回來 可見是怎麼樣 這是不是在整個沙盤推演的過程當中 他的既定的答案 我有回國打算 後來補中說明預計11月15號到馬來西亞 18號再經台灣赴美 預計11月23號回來 柯建民申請積壓碼 北院說分案平議之後做裁定 我請教的是韋中 他心慌了嗎 怎麼會問東講西呢 來 你的觀察是什麼 當然沒有人能夠推測馬前總統 他的心態了 我先講我的立場 就是我覺得 畢竟我是國民黨前發言人 我當然希望這個司法是無望無縱 該還他清白就還他清白 真正的大是大非是說 我們國家總統在他執政期間內 有沒有毀先亂制 這是重點 第二個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昨天的爭執是這樣 因為他昨天後來在討論說 這個自訴案的範圍到底到哪裡 後來聚焦在9月1號 教唆犯罪這件 教唆洩密這件事情 那大家也都知道 所謂9月1號有沒有教唆洩密是指 馬總統有沒有要求黃世民 再進一步跟他補充報告新的內容 那只要你去看這個非常厚的這一疊 就是柯建民請求賠償 這個97頁的這個判決書 你去看他第35頁了 因為他現在的爭執點是說 馬總統到底在9月1號 幫他找來江儀化跟羅志強 12點4分他們兩個離開 12點5分有一通電話 打到黃世民的手機的電話 那到底是誰打 馬英九有沒有對到話 這個電話裡面到底說了什麼 這是真正的關鍵 昨天的一個攻防也在這個關鍵上 那據說按照自由時報的報導 馬總統對這方面是撇得一竿二進 可是你去看柯建民的 這個自訴案的判決書 他裡面其實寫得很清楚 他說當江儀化跟羅志強 離開總統官邸後 前總統馬英九立即指示 隨行秘書於凌晨0時50分 聯繫被告 被告指著黃世民 詢問被告對於上海暗線 哪些人有監聽議文 哪些人沒有監聽議文 只有通電記錄 這些疑問尚待釐清 邀約被告 就邀約黃世民於隔日 所以這個是隨行秘書 林友政扮演 關鍵性的角色 現在是這樣 因為10號即將被傳 那現在這有幾種可能 就是說馬總統是透過他的隨行秘書 林先生跟 林友政 跟這個黃世民講了剛剛那一大堆事情 可是這一堆事情其實牽涉到很多的細節 包括牽涉到了非常 就他要下這個指令 他會透過一個隨行秘書下這個指令嗎 如果是一個簡單的通知 譬如說你明天來 我官邸 那這個 這個我相信是隨行秘書 就是說請你幾點幾分到這裡 可是馬總統是跟黃世民要新的資料 監聽議文的內容 有沒有新的東西 我請問各位 這個會透過一個隨行秘書嗎 那林友政先生 我們當然過去都認識 他是一個非常謹慎 然後非常忠實的一個秘書 這一位即將被傳 你說非常謹慎是不是 當然 他長期追隨馬總統 那當然大家也都知道 要聯絡馬總統要透過他 或者是馬總統聯絡一些人 會透過他 這當然有可能 但是通常他的角色就是 簡單的 比如說人事實地物的告知 可是這麼細節的東西 我們很難想像 他是會透過一個隨行秘書在告知 那我覺得這裡面是一個關鍵 就是說到底 韋中 你的懷疑是什麼 你的懷疑是什麼 因為現在很清楚 因為有沒有 因為現在的這個字述的焦點 教唆泄命的焦點在於 馬英九有沒有叫黃世民 在補充新的資料 新的所謂的秘密 就是跟監替議文有關的相關這些材料 那這個是一個關鍵 那馬英九說他異議 不知道林友政跟黃世民說了什麼 不知道 這是預告他是下一個漁文嗎 請問 林先生跟黃世民說了什麼 因為我再強調一次 非常清楚 他是請黃世民 第二天到官邸 提供馬英九需要的 更進一步詳細新的資料 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節是 一個關鍵的環節 就是馬 非常關鍵 三個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講了什麼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這個傳喚是要到1月 也到1月份才傳喚 1月10號 也就是距離現在 竟然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對 竟然還有兩個月 為什麼隔這麼久 這個是讓人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來 三位 針對他剛剛的疑問 很顯然在判決書當中 特別點出了 馬隨行秘書林友政 這樣的一個角色 現在幾個案子 重案已經在分案了 馬英九到底 泄滅案只是一個環節 重點是說 有關圖利的部分 有關貪污的部分 到底可不可以成案 你看到 根據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馬錫會洩密的部分 承犯的檢察官叫做梁光宗 好 北檢調查當中 這些通通都調查當中 然後呢 這是賤賣國發院土地 涉及圖利原地建設 分案中 這個檢察官不知道 然後呢 我們看到 好 馬小九 包括貓懶的部分 教唆黃世民的洩密案 周世民 這個我們知道 大巨蛋圖利 來曝光的是這位 吳小婷 吳小婷檢察官 至於這個藝人 郭美珠 飆到馬英九的領帶 卻未收到的詐欺案 叫做林安雲 財產來源不明罪 來 黃定宇律師 這個是你控告的 是叫做江真瑜 黨產侵詹案 是叫做黃文基嗎 富邦病北英 來 黃宇律理事長 這是你控告的 是叫做曾陽陵 那我先請教是這個黃社長 剛剛偉中所點出的部分 包括這些曝光的檢察官 從這些檢察官當中 你看到什麼 這些檢察官 過去有辦過什麼重大的案件嗎 可以看出他的特殊的一個邏輯性 來 黃社長 檢方在辦案是這樣子 因為檢察長基本上都必須了解一下 他的手下的個性 那檢察官在辦案 其實我常用這個舉例說 有時候像醫生 有些醫生是內科的 有些醫生是外科的 那所以你病人如果叫他去看外科 他就說這要開刀 這要開刀 那你叫他看內科的 他說這個吃藥 那檢察官的個性也是一樣 有的人他一接到案子 就想去搜索 想去扣押 想去做很多強制動作 然後衝得很快 那有的檢察官他就慢吞吞的 那剛才那些名單裡面 大部分 坦白講我不熟 我會不熟的原因很簡單 他沒有辦過什麼赫赫有名的答案 這些都沒有辦過什麼答案 裡面有一個叫吳小婷的 吳小婷 我就跟他過手過了 那我可以告訴你 他別的不行 吃案很厲害 因為去年台北地院在寫判決書的時候 在寫頂心回台發行TDR的時候 硬去跟證券公司要了8000萬的回扣 結果台北地檢署 楊志宇當檢察長的時候 指揮檢察官辦案 辦好半天 頂心都沒事 那頂心這案子會爆發 是因為其中這8000萬有520萬 拿去給黃金平跟黃昭順當政治獻金 所以才辦這個案子 結果台北地檢署辦的老半天 所有政治人物 包括頂家 衛家全部不起訴 但是起訴了證券公司的副總 所以法官在寫判決書的時候 寫得敢出萬千 就寫說天底下 其有拿錢者沒事 沒拿錢者有事 所以就想盡辦法 侵判這兩個證券公司的副總 那我看這判決書寫得很清楚 你頂心這個8000萬 當然就是侵占或背信有二者其一 為什麼 因為你TDR發行 那是公司的錢 就算證券公司有合法的退佣 也應該是退給公司 怎麼會退給你私人 那我就正式巨狀 到台北地檢署去告 頂心衛家 說他們這個有侵占背信的問題 結果這個案子放了八九個月 都沒有動靜 那我就跟台北地檢抱怨說 你選一下檢舉人嘛 結果好不容易才發一張船票出來 船票上面暗遊 我明明告的是侵占背信 他暗遊還故意給我分成政治獻金案 然後還刮符寫個他之案 然後開庭的時候 那我當然就很不舒服 一看就是吳曉廷檢察官 開庭呢 你在預告他現在辦大巨蛋圖立遠雄案 所以他是吃案 對不對 辦案人力跟吃案人力是不成比例 所以開庭的時候我就很不客氣告訴他 那個筆錄翻出來 我就這樣講 我說檢察官 我是你今天開庭的第一庭 你就遲到十分鐘 你為什麼對辦案這麼不認真 那他就愣在那邊 因為開庭就訓他 我說我是第一庭 你都遲到十分鐘 你在幹什麼 我說第二個 我已經檢舉這麼久了 你還可以用他案 我被告姓名那麼清楚 被信侵占 你為什麼要用他之案 他都講不出來 他也不回答 我說 還有 政治獻金 你們內部早就不起訴 你不知道嗎 他竟然回答說 不起訴了 他顯然連續查查看 有沒有相關案件寫過不起訴 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很不舒服的 我告訴他說 那書記官請你載平筆錄 檢察官 你如果繼續這樣吃案 我還會到監察院去檢舉你 後來聽說這個案子 就換給別人案 那你想想看 這樣子辦案的人 你把馬英九分給他 那你不是擺名字 就是要讓馬英九好過 那我們現在再把場景拉回來 馬英九出庭 是 什麼叫做 面對要羈押馬英九總統 分案評議之後 做裁定 誰來分案 誰來評議 誰來裁定 司法的審判 會不會公平 你從一開始 就可以聞得到 這個時間 11月8號開庭 還真的滿有意思的 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 完全稀釋掉了 我在想今天 搞不好是 我們少數幾個talk show當中 可以有獨家消息 去檢馬案的 台北地方法院 說真的只是一個前菜 只是一個序曲 如果台北地檢署這些案子 都要重新啟動 檢察官也都出來的話 因為貪污 圖利 這恐怕 才是馬英九的關鍵所在 但是 美選 看起來是把這樣一個新聞 可能完全吸制掉 還有多少人 去關心馬英九總統 包括了分庭 評議之後的裁定 這什麼意思 姚老師 這是 這是所謂的金壓庭 不是 你要看他們審判不公 你看程序 對 從程序 最明顯的程序 是在幫馬英九 應該說幫他紓壓 或是幫他想辦法 其實你看幾個關鍵 第一個 蔡秘密手上有馬英九洩密案 整整有三年 但是他什麼時候移給北檢 移給台北地方法院 5月19號 台北地院 收到這些資料 照理來講你覺得 台北地檢不應該這樣移送 不應該這樣子併案 你應該把資料請他重新整理 那你可以兩三天就回了 他放多久你知道嗎 他放四個月 盖長城 回TPP 美國的未來何去何從 我非常期望 成為你的總統 從土豪到世界霸主 瘋狂族人川普 主白宮 全力板塊重組 台灣復合因應 鎖定三例新聞 當5月19號移給他以後 台北地院 收到這些資料 照理來講你覺得 台北地檢不應該這樣移送 不應該這樣子併案 你應該把資料請他重新整理 那你可以兩三天就回了 他放多久你知道嗎 他放四個月 他到9月19號 從5月19號 6月7月19號 8月19號 9月19號 整整剛好放 法院最大的期限 四個月你不能不動 他才移給他 北檢躺三年 這邊躺四個月 退回去之後 台北地檢就乖乖的檢卷整理 整理送回來 他9月19號 昨天開庭 他也是一樣 因為基本上要求法官 一定要開庭 是在兩個月為期限 你不能睡覺超過兩個月 所以 所以定在 1月10號 對 然後他下一次 又是 對 下一次又是兩個月 開不完 他都等到飛車在明廷 他說來來來 趕一下飛車 所以這些動作 那你再知道 他一開始的時候就標榜說 開庭的規格比照沉水扁 那我告訴你 不是比照沉水扁 比沉水扁要求很多 第一個 他們把所有的手機集中管理 那我就說 你怎麼可以手機集中管理 他們就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因為呢 旁聽的人如果要一個一個檢視 他手機有沒有關 比較耗時間 所以集中保管比較不花時間 手機要幫你保管的時候 還要開張保管條給你 那請問開保管條比較快 還是叫你手機按一下 還有沒有電源比較快 這當然是在說謊 不但手機保管還開秘密庭 為什麼 因為法院基本上要公開審理 公開審理一定要把門打開 那昨天因為他已經管制門進了 別人有都進不去 而且他還特別多開了那個旁聽庭 照理那個旁聽庭的大門是要打開的 結果他還是關起來 還有個民眾跟他吵架 他們行政廳還出來說 我現在一定關的 會很多的小動作 而且整開前面門口的兵力 是 包括警力啦 不好意思 警力也好啦 手機也好啦 關門也好 一直到四個月 每次都把時間耗到最後才要開 所以你想想看 他怎麼會把馬英九裁定禁管 那是不可能 全面在護航馬英九前總統嗎 但是所謂的富邦並北營 真的沒有足夠的證據 讓他的貪污對價 徒利 成立嗎 來 理事長 這我非常認同主持人的一個說法 事實上傳那個林友正 或者是傳那個黃世民 那個是多疑的 你黃世民的案的時候 當初林友正就要出庭 對不對 他有出庭嗎 他 黃世民會說是 林友正打給我的 不是啦 這個東西都沒有 在整個判決書裡面都沒有 現在忽然間冒出 黃世民要去作證 作什麼證 你都已經有罪了 還要作什麼證 證的人還要作什麼證 而且要拖兩個月之後才要去作證 對 而且是兩個月 我在想這個叫做 所謂拖延戰術 這個拖延戰術就是讓他 弄了弄了 然後以後到最後就沒有了 怎麼賴都賴不掉 而且林基元是董事長 所以我這一次在追加被告的時候 把林基元董事長也告經濟 因為你董事長你要召集股東會 不是今天台北市政府來召集 那你為什麼林基元不召集股東會 不讓股東行使他的同意錢 或者是火結錢 所以這個部分是非常的明顯 然後這個比較清楚的 就是我講的300億 我不是隨便說說 我在講這個300億裡面 絕對會有貧有計 這個裡面可以看到 他的總共這個所謂貼限期換款 那這個是4月份的 到6月份是409億 這個是3900多億 他的所謂他的呆帳準備 他的呆帳準備提了11億5千萬 然後事實上他的呆帳發生率 呆帳率是1.13% 我想這個楊大哥在這裡非常清楚 1.13%總共多少 總共多少 對不對 4.41億 4億多而已 然後4.41億裡面的覆蓋率 呆帳覆蓋率 我用85%跟他算就好了 這個實際會發生呆帳的數字 只有1億多 收不回來 收不回來 所以你認為貪污徒利 是足以可以成立的嗎 理事長 你覺得 這個貪污罪 因為他現在已經分案在查了 貪污罪的時候 我還會另外再告 因為我跟馬英九很有興趣 也很有原文 徒利告 貪污要另外告 北檢這些分案的檢察官曝光 跟現在台北地方法院 這位審判長 這位法官吳永毅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要是要幫我們做分析的是 分案 評議之後的裁定 到底意味著什麼 可是如果遇到又是一個像蔡守遜 這樣的法官 你覺得人民可以期待嗎 蔡守遜 再審特別費判馬無罪 再審國務機要費 扁的部分判無期徒刑 來 如果又遇到像蔡守遜這樣的法官呢 來 黃定英怎麼看 我想這是一個典型的 所謂的濫用心證 蔡守遜可以對扁 同樣具有特別費性質的 對扁判到無期徒刑 對馬英九找了大水庫理論 找了公使錢 用各種的方法 不是正常法律上的方法 判了馬英九無罪 而在他的判決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叫余文 余文怎麼發生的 當時他在判馬英九無罪的內容 他包括說 他認為說這個特別費是實質補貼 那包括說他馬英九客官上 沒有審計人員登載不死 那於是有一個人就登載不死了 因為余文他拿了這些發票去虛報 所以因此只有余文被判 這個圍繞文書一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 在這個案子裡面的荒謬性在這 我要講的是說 昨天在申請羈押 也就是說柯建民的律師申請羈押 當然柯建民申請禁管 這樣的一個強制處分 法院必須要做開庭的審理 而在這個開庭的審理 必須做開庭的審理 應該是說評議 他不見得真的會開庭 但是至少有一個評議 這個評議絕對不能有一個新政上的濫用 馬英九即將要出國 昨天也很清楚了 就是說法官問你要不要出國 馬英九跟你講說我會回來 很顯然你就要離境了 過去你在辦陳前總統的案子 你跟他說因為他重新辦護照 有逃亡之語 因為他承認總統手冷逃亡管道 有逃亡之語 裁定都這樣子下 這樣的標準難道馬英九沒有嗎 另外一個部分是有沒有串政之語 你要不要記一下當然是談串政之語 跟逃亡之語 有沒有串政之語 我們剛才講到馬英九昨天去否認了說 他們9月1號沒有叫黃世民 沒有這個對話 今天這個證人會不會跟他勾串 這個顯然證詞已經不一樣 馬英九昨天也否認犯罪 跟陳前總統當時被深壓 說因為你否認犯罪 證人證詞不一有串政之語 馬英九昨天否認犯罪 然後現在證人證詞跟他也不一了 因為判決書裡面所講的跟馬英九所講的不一樣 有沒有串政之語 大家有沒有回顧拉一下當時蠻久的 那黃帝所謂的評議要開 那沒有急迫性嗎 其實對於強制處分 就是說有沒有羈押的必要 或者是說有沒有強制處分的作為 應該是他有立即性的 有立即性的 他近幾日就要做 所以目前對馬英九有沒有禁管 或者是其他的強制處分作為 台北地檢署有責任做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了 不管是富邦並北營 大據檔案 他有相當大的一個 圖利的犯罪嫌疑 尤其大據檔案有錄音 所以很清楚 全台灣人都知道了 只有北檢不知道 楊老師 剛剛黃帝你特別提到 由他的破戒性 方案之後的評議 其實應該要立即召開 那你怎麼看 北院這時候抛出這個訊息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是因為我們台北地方法院 今年九月份開始 才剛剛開始成立 所謂強制處分專庭 什麼叫強制處分專庭 就是以後不管羈押了 或者這種強制處分搜索了 這種強制處分 是由挑選出來了五個法官 專門由他們來審 其他法官不審 這個不像以前周戰村的 在陳水扁的時代 周戰村決定一個 然後其他法官決定一個 這不是 所以會有抽籤五位法官 來決定要不要 第一次 要不要對他盡管 要不要對他激壓 第一次這個專庭 決定的人叫許金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我們不要講污染好了 就是沒有什麼跟其他法官 或者其他案件的這些 所以他就沒有明顯偏好的法官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那些昨天審的這個吳永毅 他就要把這個有關 因為申請積壓跟申請強制處分嘛 就是限制居住禁止出境 那就要送給這個專庭去分案去判斷 那因為這個專庭 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剛好落到蠻久 蠻久可能就第二 第三第四個 繼許金龍之後 繼許金龍之後 最重要的一個案子 他會怎麼判 我真的沒有辦法預料 可是我必須說 要判的這個五個法官 應該先公布 名字大家都知道了 都知道 可是排表的 排表的 那個他就是一二三四五 而且有人早班 有人晚班 所以這個其實是 其實是你沒有辦法預估的 因為他們實在太沒有 我不能講沒有經驗了 好像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要是你在預告什麼 你在預告是 你真的要我預測 他們不可能把它限制 或者把它接上 因為這五位的 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是基本上我的觀察 是非常保守的